反攻进入第七周 乌军在南部关键的村庄罗伯蒂村正式插旗 这一战瓦解俄军南部重要防线 等同打通直达亚塑海的战略要到 空旷的平野俄罗斯地雷接连引爆 乌军装甲车已经在清理战场 机战中的巴赫姆特 乌克兰坦克对俄军展开猛轰 试图阻止俄军在前线设下严命防线 乌克兰国防部宣称 乌冬南役过去一周又夺回一平方公里 总计已经收复44平方公里土地 只不过战场上的胜利也伴随伤亡 乌军巴赫姆特指挥官谢尔西作战中阵亡 在基辅举行隆重的赠礼 不少民众跪在地上痛哭 送他最后一程 驻扎在赫尔松的乌军 则是获得船席空档在海边细水 乌克兰士兵说15天假期结束后将重新返回正常 TVBS新闻 政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